在飞行途中遭遇严重乱流而迫降泰国曼谷机场的新航SQ-321航班客机 已经飞回新加坡 新航证实客机已在今天下午1点39分抵达新加坡 客机飞回来新加坡前已获得泰国和新加坡有关机构 调查人员和飞机制造商的批准 同时也征得新航工程和飞行运作团队的确认 新航也表示正在全力配合有关部门的调查 另外根据三美泰医疗集团 目前还有41人在曼谷留院就医 其中5人在加护病房